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 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 197年11月 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 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 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 在林彪的党与陆续被逮捕 毛的安全确定后 他又像1956年反右运动时那样 一天到晚睡在床上 表情忧郁 毛话变得少了 五金打采 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步履迟缓 站起来的时候被驮得明显 睡眠更加紊乱 长期以来 他的血压保持在高压130毫米拱柱上下 低压在80毫米拱柱上下 这时偶尔高压上升到180 低压则为100 两个小腿和两脚都有轻度浮重 在足怀处可以看得很清楚 感冒咳嗽浓潭不断 胸部听上去满是罗音 肺部显然有反复的感染 谈培养没有特殊的致病细菌 只是些正常人都有的非致病菌类 这表明毛本身的抵抗力大为减低 对正常人不会致病的菌类 在毛的肺上却引起了感染 心脏虽然没有杂音 但是有时心率不齐 我建议毛做一次全面体格检查 至少照一次胸部艾克斯光片子 合作一次心电图 他不同意 我又向他建议 服用人身提高全身抵抗力 他说他不相信中医 但是肺部的反复感染 不加以控制的话 会跃行严重 而且能引发心理衰竭 我向毛说明 肺部感染不能不设法控制 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 他说他不愿意打针 只同一口服抗炎药 于是开始口服抗生素 只是吃吃停停 利害时吃 稍一减轻就又停止 这种办法无异于锻炼细菌 对抗生素的抵抗力 使肺部感染更加不易控制 毛全身情况是越来越虚弱了 到了11月20日 北岳总理范文同到北京访问 毛在人民大会堂 118天会见范 电视上照出毛行走的不太 很多人都问我 为什么毛走路那么困难 两条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挪动 毛在床上抑郁终日 此时又在构想新的政治战略 五年多前 也就是1966年春天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 党内精英凋零殆尽 许多高阶层官员被迫害致死 有些人下放 有些人遭批斗 但真正私谋叛变的人竟是毛亲密的战友 林彪 许多领导人早就对毛发出警告 他们认为林不适合做接班人 他们曾大力反对林提出的对毛的极端个人崇拜 极其所主张的军队 罗马化和满嘴空洞愚蠢的政治口号 毛在床上辗转了四个月 他决心要那些被他批斗的老同志回到他身边 76 毛计划让大部分的老干部复职 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是毛发出的第一个讯号 1972年1月6日 前外交部部长陈毅因结肠癌去世 陈毅一生忠心耿耿 直言敢见 他曾痛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红卫兵的暴行以及林彪的错误领导 1967年2月前后 国务院副总理谭振林 李富春 李先念 元帅陈毅 叶剑英 徐向前 聂荣真在中南海淮仁堂开会 对江青及文革小组等人提出强烈批评 不满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 2月17日 谭振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行列 不该加入红军 不该在193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岗山 林彪将这信转给了毛 上家批说 谭振林 最近思想净糊涂 堕落到如此地步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读过信后 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 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 指责他们搞复辟 搞翻案 林彪 江青等人便借机鼓动 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大规模地批整各级领导干部 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 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 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逆流 陈毅在那时被迫离职 1972年陈毅去逝时 仍未平反 一驻 陈毅在1968年后蹲点劳动 下放石家庄 1997年中央同意陈毁北京治疗癌症 追悼会定在1月10日下午3时 在北京西郊八宝山殿仪馆举行 中共建国元勋大都安葬于八宝山 毛可以不出席 原定由周恩来主计 叶剑英元帅致悼辞 叶剑英送来有关追悼会的文件 请毛沈月 毛看过后将悼辞中 有功有过四个字勾掉 这等于是让陈平反 到了下午一点多钟 毛睡醒觉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 而且立刻就走 他的这一突然决定 使我们措手不及 他那时光着身子 只穿了件睡衣就走 像他说外面很冷 要穿好衣服 他并不考虑 只好用一件加大衣穿在睡衣外 戴上帽子 我们陪他上车 往八宝山去 望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 说明这一突然变化 并且叫杨德忠 立即赶去八宝山 设法解决取暖问题 到了八宝山公墓的休息室 出陈毅的夫人 张倩和他的四个孩子 在另外一个休息室外 别的人都还没有来 毛让张倩和他的孩子们 到他这里来 张倩进来以后 毛的服务员将毛 从沙发上扶起来 迎上去 张吉布前驱 毛拉住张的两只手 张满脸泪痕 向毛问好 毛挤着眼睛 别开了嘴 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 这时周恩来 叶剑英 朱德等人纷纷赶到了 我听到旁边有人说 毛主席哭了 大家不禁唏嘘起来 整个休息室充满了臭烟声 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 尽管毛又嚎了几声 我常想 毛是极善于表演的 如果他是位演员 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 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 对不同的人 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 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刘王在北京的柬埔寨 西哈姆克亲王也来参加追悼会 毛同西哈姆克握手 向西哈姆克说 我的亲密战友在去年9月23日 坐了一架飞机要到苏联去 可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摔死了 接着又说 我的这位亲密战友就是林彪 他反对我 陈毅支持我 毛又说到陈毅是反对林彪 陈伯达这些人的 毛还说到 所谓的二月逆流 实质上是陈毅这些老同志反对林彪 陈伯达和王立 官风 齐本宇 由于毛的这番讲话 将二月逆流完全平反过来 也给一些高级干部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 在陈毅的追悼会后 前代参谋总长杨成武 前空军政委于立金和前北京警备司令辅重毕 三人随即平反 林彪于1968年3月24日晚 召见解放军各总部 国防科委 国防公办 各军兵种 驻经各军事院校 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部 各军区参加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 以及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 共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 宣布撤销杨 渔夫的职务 并将于立金代步罚办 毛说 杨 渔夫都要翻案 这些人的问题 都是林彪搞的 毛还让汪东兴向杨成武转达了他的话说 杨成武 活了解杨 渔夫事件搞错了 罗瑞卿 一注 罗于1966年上海会议被批斗后 曾跳楼自杀 所幸只是左腿骨折 亦平反 毛说 林彪说罗瑞卿搞突然袭击 林彪对罗瑞卿还不是搞突然袭击 在上海 是我听了林彪的话 整了罗瑞卿 有许多问题我听了一面之词 就是不好 我要做自我批评 可以这样说 林彪事件的发生 促使毛回头看看这些被打倒 或靠边站的干部 在毛的干部政策指挥下 周恩来奉命使大部分老干部恢复了工作 由此可见 虽然他口头上并没有承认 但是在客观上 他的这个行动却在某种程度上 起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77 1972年 毛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我们从陈毅的追悼会回中南海以后 毛就生病了 八宝山殡仪馆室温很低 虽然用一大空气油桶 装满烧红的煤块 但起不了多大作用 追悼过程中 毛一直站立着 到追悼会快结束时 他的两腿有些抖动 并且开始连续咳嗽 会后出门上汽车 几次抬脚都蹬不上车 最后有我在后面向上扳腿 才算是上了车 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回来以后明显的肺部感染加重 而且有了低烧 我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 他拒绝了 只好口服抗生素 症状没有一丝好转 两腿两脚浮肿越来越厉害 肺部罗因满部 心欲不齐增加 又建议他检查身体 再请医生会诊 毛不同意 而且说你是想推卸责任 口服抗生素服了五天 毛给停下来了 他说吃了不顶用 毛已经不能平握 只能靠在沙发上入睡 而且有时迷迷糊糊 好像是醒时睡 1月18日进中午的时候 吴旭军叫我 说毛的脉搏摸不清 我跑到毛的卧室 细策他的脉搏 已经到了每分钟140跳上下 我立即打电话给汪东兴和周恩来 并且说 毛不同意做必要的检查 可是毛的情况已经很危急 再有突然变化 就会措手不及 周决定成立医疗组 任我为组长 从北京腹外医院 调麻醉科主任上得研 和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 刚日新和一些急救护士 暂时住在中南海门诊部 又让我向毛说明 让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杰 及中南海门诊部医生 胡旭冬参加治疗工作 又请来中医研究院 西院医院内科主任月美中 做必要的中医治疗 同时我再劝毛做心电图检查 我将周的建议向毛说了 开始时毛不同意 后来我讲 现在治疗可以很快恢复 再拖下去就不容易恢复了 它的浮肿已开始向上扩散 毛同意了做些简单检查 但只限定做心电图和体检 病的诊断是很清楚的 是因为肺部的感染 引起心脏受到损害 也就是发生了肺心病 并且已经有了充血性心力衰竭 和肺性脑病 脑部没有足够的氧气 所以迷迷糊糊 时睡时醒 心电图显示有阵发性心动过速 毛说话还清楚 但是显得十分疲惫 过去毛见到不大熟识的人 总要说几句笑话 这次可不同了 他急躁不耐烦 中医月美中给毛看了脉 然后按中医理论解释病情 毛没有等月说完 就讲 可以了 你们出去研究 大家退出去以后 他又将我叫回去说 我看中医起不了什么作用 让他走吧 我想着很不好办 月美中是有名的中医 当时已经近七十岁了 对这样一位老中医 可不能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 我和汪商量 汪让我将月美中送到他那里 给他看看病 同时谈谈毛的病情 这样才使月没有受到精神上的打击 我与吴杰 胡许东商量后 向毛提出药消炎 注射青霉素 急盘尼西林 强心 先肌肉注射 然后口服羊帝皇制剂 急利尿 服用利尿剂 毛只同意前两项 他说 不要搞得这么紧 你们的办法都用完了 下一步就没有办法了 毛仍然不放心 他要我去问 康生是用什么药治病的 毛想用同样的药 林彪事件后 当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的康生 突然陷入重度的精神忧郁症 他呆在钓鱼台的房里 整天坐在沙发上 一动也不动 一语不发 康的情况和毛的病情完全不同 我找到康生的保健医生顾 他说 康生什么药都不信 只信抗生素 回来以后 将康生的止心抗生素告诉了毛 毛说 你看嘛 不要用那么多种的药 因此 杨帝皇制剂只注射了一次 就停下来 只用青霉素注射 当然解决不了 心理衰竭的问题 验血报告显示毛缺氧度严重 远远低于正常水平 有生命危险 到1月21日 我打电话给周恩来 说明照这样拖下去 很危险 希望周来游泳池 劝毛加强治疗 同时 我又说明 这么多年来 给毛治病 从来不告诉江青 毛一向同意 不要向江青讲 免得他干扰治疗 周同意不向江青讲 到晚上7点多钟 周恩来到了游泳池 可是江青也同时来了 当时我一证 江青来了后 去上厕所 周恩来同我说 主席病重 江青同志是政治局委员 而且是主席的夫人 如果不告诉他 一旦主席出了事 我怎么交代啊 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 我在政治局里 不向他讲怎么行呢 我和吴 胡三个人 向他们二位讲明毛的病情 提出如不加强 抓紧治疗 就会有危险了 周恩来问得很仔细 特别对治疗方法上提了不少问题 江青心不在焉地说 前几天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 还不是很好吗 去年一年精神好得很 主席身体的底子好 不会有什么大的毛病 不要制造紧张空气 周又解释 从林彪事件以后 毛的身体就不大好 周又提出要我陪他和江青一起到毛的卧室 有我说明需要加强治疗和治疗方法 我第一个走进毛的卧室 毛穿了一件睡袍 前进敞开 坐在单人沙发上 头靠在沙发背上 闭着眼睛 嘴半张开 胸部起伏不止 两臂 两腿伸直 似乎摊在沙发上 两颊仓皇 我走到毛的面前轻声说 主席 周总理和江青来看你 我与周 将各搬了一把椅子 围坐在毛的沙发前 周转头看看门外 外面汪东兴 张耀慈等人都在张望倾听 周把他们须走 毛按了一声 大声咳嗆 终于有了一口痰咳出来 毛的习惯是别人拿痰鱼凑上去 吐在痰鱼里 我用痰鱼接上去 江青跟毛长年分居 不晓得毛用痰鱼的习惯 江青哼了一声 用小毛巾去接 毛拿手猛力推开江青的手 然后向我送上去的痰鱼 江痰吐出 毛断断续续的说 你们来有什么事情 讲吧 周向江看看 江断坐在椅子上 不声不响 周说 我们刚才在外面研究了主席的身体情况 想将研究的结果向主席汇报 毛说 有什么好研究的 你们又不是医生 啥也不懂 还不是要听医生的 周忘了忘江青 江仍然一言不发 周接着说 刚才他们三位 毛说 什么三位 周说 就是李治随 吴杰 胡旭东三位医生 向我和江青同志讲了主席的病情 毛慢慢张开两眼说 什么病情 周说 主席受了疗 肺部有感染 拖的时间长了一点 心脏受了影响 还要增强治疗才行 然后 周向我说 你再给主席说说病的情况和治疗办法 我答应了一声 还没有开口 毛对着我说 你原来给我吃的是什么药 弄得我一点也不想吃饭 现在又打什么针 打得屁股上又痒又痛 江青这时恶狠狠地说 1968年李治随用毒药害我 你当时讲为什么他只害你 不害我 害我不是比害你更容易吗 现在你看 他害你了 这不是清楚得很吗 毛送了一声 对我说 这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我听了毛的这句话 胸口似乎缩了进去 立刻嘴里干得要裂开 岂都透不出来了 江青马上对我说 你出去 不要再在我们这里搞鬼了 这时我倒坦然无所谓了 下一步无非是将我逮捕 定个某害毛的罪名 然后处决罢了 我终于得以离开一组了 这就是结局 我慢慢向门口走去 我看周满脸苍白 两手微抖 全身僵住了 我刚走到门口 毛按了一声 大声说 不要走吗 有话当面说吗 有什么话要背着人讲哪 他这话是对着江青说的 当时我真可以说 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虽然不能说是心花怒放 但是心境开阔 只要我在场 在毛的面前 我可以身边清楚 我看周的表情放松了 我又坐下 说了一句 目前心脏力量不足 血液回流不好 身上有浮肿 内脏包括胃和肠 都会缺少氧气和水肿 食欲自然不好 也因为血液循环不好 打针的地方 吸收要慢一些 是会有些痒痛的感觉 毛好像并没有听我讲话 只是摇着头 右手拍着沙发的靠手说 江青你送的药给我吃 我吃了以后要吐 你的药也不好吗 吃河梗煮水是康生建议的 毛说完了以后 我可真是心花怒放 全身通派 喜从中来 我侧眼看江青 他全脸发青 一副煞气 逃出一方手帕 擦着额头 呼吸急促起来 毛将头完全靠在沙发背上 说 我看你们两个人给我吃的药 都没有起好作用 然后对着我说 所有的药都停了 谁要是在说药的事 就给我滚 我放开的心立刻又缩在一起 毛生病了 不吃药会有生命危险 他一定得赶快好起来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 我不行了 全靠你了 周恩立刻插话说 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 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 不行了 我不行了 我死了以后 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 两手握着拳 全身好像要爆炸了 周恩来则两腿缩回 两手撑在膝盖上 上身挺直 微微前清 好像凝固起来 毛的这些话 明明是将国家的党 正 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 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 我那时还余计未定 全身大汉 没有体会到毛那实话中的意思 今日走笔 我想这是毛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 就这样定了 你们去吧 我随着周 将走出毛的卧室 穿过毛的书房间会客厅 走到护士指班室外面的小休息室 汪东兴 张耀慈一帮人都在 江青将帽子往地上很密意扔说 这是个特务集团 我要查清楚 然后对周恩来说 到怀仁堂 马上召集政治局会议 说完 气势汹汹地走了 周对汪东兴说 东兴同志 马上通知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 立刻在怀仁堂开会 这时是晚上九点多钟 七十八 到了十一点钟 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 汪东兴要我与吴杰 胡旭东立即到怀仁堂冬休息室外厅 我们到了以后 吴杰平和汴志强大夫也随后来了 我们坐在那里相对无言 过了一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从里面走出来 姚说 我是受政治局和江青同志的委托 找你们谈谈 吴杰平 汴志强大夫 你们二位没有参加毛主席的治疗工作 也可以听一听 判断一下嘛 毛主席身体一贯健壮 他每次参加集会和接见外宾 我们在发表新闻消息时 都一再说明 毛主席红光满面 神采奕奕 这不是空话 你们看 姚从皮包内拿出一张毛 会见北越总理范文同时握手的照片说 你们看看 主席这手握得多么有力 有点感冒受凉 并不是大毛病 你们有什么根据 说主席的肺脏和心脏有病不好 而且还是什么心力衰竭 这明明是谎暴军情 动摇人心 只是这点 我不讲你们有什么政治问题 至少也是在政治上制造混乱 你们是要负政治责任的 姚问我们有什么话要说 我没有作声 因为姚的这些话 已经在政治上给我们下了结论 是无理可讲了 姚转而又问吴杰平和变质强大夫 有什么判断 他们两人也是门不说话 不表示任何态度 姚说 你们都没有意见 你们回去吧 等待政治局会议后 有什么结论 会通知你们 我和吴 胡回到游泳池 这时已经是1月22日凌晨2时 我们毫无睡意 吴杰吓得全身颤抖 坐立不安 吴已经64岁 比我大12岁 吴杰在1949年中共决夺政权以前 是北平医院院长 又是国民党员 为了这两件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 他被皮斗挨打 关进类似监狱的所谓牛棚 到1969年汪东兴驻北京医院时 才将他解放出来 他对我说 难道我又要被抓起来斗了吗 我劝他不要急 因为急也没有用 何况整个过程 包括体检和治疗 都得到了毛的同意 毛虽病重 但没有死 根本没有谋害的证据 话虽如此 我自己也很焦躁 因为毛已停止治疗 而且我不知道政治局会议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凌晨四十许 怀仁堂打电话来 又叫我们去 这次我们带上毛 停止治疗前一天 乘机做的新电图 图形上已看出 有见货的新式早博 和心肌缺血的现象 这次见我们的是 叶剑英和李先念 叶说 政治局让我们再同你们 谈谈主席的情况 你们不要有顾虑 给我们讲清楚 叶对我十分尊重有理 总是称呼我为李院长 我将林彪事件以后 毛的身体变化和目前的状态 向他们讲了 我拿出最后的这次心电图 交给他们 叶曾经多次住院检查心脏 他学会了看心电图 他将毛的心电图看过以后说 心脏明明有病了 怎么能说是没有病 怎么能说是医生谎报军情 叶又详细问到头天夜晚 我与周恩来即将清 向毛报告病情及治疗的情况 然后说 你们没有错 主席停止治疗的责任不在你们 你们放心回游泳池去 好好准备下一步的治疗 特别注意准备好急救的药品和用具 从今天起我每天到游泳池去值班 你们有事情找我好了 然后叶问李先念有什么话 李是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而且面无表情 叶于是让我们回去 这时已经是早晨七点钟了 经过一叶的折腾 心虚极坏 叶的话使我如饮干露 焦躁情绪一扫而光 无解也露出了笑容 我们一边往回走 一边讨论下一步的治疗对策 回到游泳池后 我们随便吃了点东西就睡觉了 到了下午三点多钟 我醒来时 叶剑英已经到了 我走到大厅 吴杰和胡旭东早已来了 叶说 我来值班 还要同你们谈谈 然后对着我说 李院长 你在主席这里已经18年了 我们都了解你 你放心 大胆去工作 哪一个人没有受到挫折的时候 又对着吴杰说 吴主任 你做了几十年的医生 抢救了多少病人 比主席年纪大的 你也抢救过来了 难道就治不了主席的病 吴杰立刻说 只要主席肯治 一定治得好 叶笑了笑说 那么好 主席现在不治 是生了气 气过了还是要治的 又对胡旭东说 我不认识你 三个里面你最年轻 要多做点事 胡旭东那时才40岁 夜做到五点多钟才走 吴胡二人暂时搬到门诊部 我仍住在游泳池的一间换衣室里 晚饭后 汪东兴问我今天怎么样 我告诉他 今天没有剑毛 要等他消了气 才能说上话 汪同意我的意见说 不能急 急了指坏事 汪跟我说了昨夜政治局会议的情形 汪说 昨天夜里从游泳池到了怀仁堂 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赶到了 江青一入场就大声吼叫 说主席身边有一个特务集团 要政治局审查 王洪文 张春桥 姚文元都随身附和 乱成一团 我要讲话 叶帅坐在我旁边 用手按住我的腿 摆动着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 不要这事辩论 周恩来说 有话慢慢讲 不要急 江青立刻对着周说 主席身体很好 你为什么要逼他交拳 这时全场又乱起来 江青又说 让姚文元代表政治局找医生们谈 还提出叫吴杰平和变质强两个医生参加 从医学角度判断 这时叶帅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周江毛主席和你们三个人谈话 简单说了一下 叶帅说 这有什么要紧 主席身体不舒服 讲几句话 有什么关系 江青这时才慢慢安静下来 叶帅提出 他要同仙念同志再和医生们谈谈 而且要每天到游泳池去值班 江青同我讲 主席那里没有主席同意 谁也不能去 今天我起床立刻给叶帅打了电话 劝他算了 不要去游泳池值班了 撵得又惹麻烦 望接着说 我找你来是告诉你 只要有机会 就要向主席建议治疗 不能再耽误了 我回到游泳池 毛已经醒了 毛现在已不能躺下 只能坐在沙发上睡 呼吸声音就像抽风箱一样 醒是醒了 可是坐在那里 有时候又睡着了 我进去看毛 我走进毛的卧室 他坐在沙发上 头鞋靠在沙发上 呼吸急促 谈明很响 口唇周围发青 闭着眼睛 毛到此时仍不肯治疗 我只好退出房间 我走回大厅 安静得很 这时徐叶夫秘书走进来 他将送毛沈月的文件 交给了吴旭君后 走到我的房间 许说 老李啊 你看滑稽不滑稽 今天江青关照我和张玉凤说 主席这里有个特务集团 要我们提高警惕心 还让我住到里面的小休息室 看守好主席 我说 我不懂一 守在这里也没有用 我同汪 东兴 主任讲了 他说不要听江青的 不能睡在小休息室里 我看他们之间有矛盾 弄得我们不好办事 徐又叮嘱我 不要同别人说免得惹事 从那天起 我真是日坐愁成 寝食不安 毛的水肿越来越重 颈部 前额都有了明显的浮肿 张玉凤每天出去 即使在游泳池 也必不见面 后来我才知道 他正通过北京市市委书记 兼市长吴德 将他父母和妹妹张玉梅的户口 由牡丹江迁到北京来 这样熬过了十天 到二月一日下午 毛要我到他那里去 毛稍微睁开眼睛 说 你看我的病还有救吗 可以治得好吗 我说 只要你肯治 当然有救 可以治得好 我感到毛大大松了口气 毛让我摸他的脉搏 脉狠细 而且不规律 毛说 怎么治法呢 我说 以前向你报告过了 要采用消炎 强心利尿的方法 要打针和吃药 毛说 还要打针 我说 不打针 肺部的炎症控制不住 去不掉病根 毛说 那好 开始治吧 我心里的阴郁 一下子一扫而光 欢喜若狂 精神也未知一阵 在毛拒绝医疗的这些日子里 我关心的不只是毛的健康 几星期来 一个中国人民仍不知道的天达秘密 压在我胸口上 中国历史将会有重大变化 美国尼克森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访问中国 我还有三个礼拜的时间时髦恢复健康 我们立刻展开医疗行动 这里我要回溯到1971年 该年三月下旬 世界乒乓球比赛在日本名鼓屋举行 日本乒乓球协会邀请中国派对参加 3月14日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开会讨论 这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 会上 大多数人认为日本右翼分子和国民党会捣乱 危机运动员 表示不同意参加 周恩来想派中国队去 周向毛写了一个报告 取得同意 毛并说 告诉运动员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这是自文革以来 中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出国参加比赛 接近比赛结束时 一些美国队的运动员向中国队队员表示 他们很想访问中国 希望得到邀请 中国队向国内请示 周恩来批示告诉美国队 将来有机会访问中国 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拒绝方式 4月6日中午 毛看了周的报告 同意周的意见 并将该报告退回给周 但是到了午夜 毛服用安眠药后 开始吃饭 当时毛已经昏昏欲睡 语言不清 他断断续续的讲 让吴旭军打电话给外交部李宾司司长王海荣 立即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 无恐怕听的不明白 向毛重复了一遍 毛点点头后 深入睡箱 这是第一次 中国向美国发出明确而公开的友好表示 周恩来后来说 一个小球转动了大球 意思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一事 牵动了今后世界未来的局势发展 此事件以后也被称为乒乓外交 79 我立刻叫吴杰和胡旭冬从门诊部赶来游泳池 自从几星期以前 将近暗指我是个特务后 我明白我不能再单独替毛治疗 这样毛就算出了事 也是我们三人一起分担 将近美法子只对付我 我们让尚德延医生在门诊部准备好急救用具 我给毛在左前臂皮肤做抗生素过敏实验 没有过敏反应 于是由吴旭军在毛的左臀肌肉内注射了第一针 过了二十分钟毛咳嗽起来 但是咳嗽无力不能将弹咳出来 弹度在喉咙中 呼吸短促 毛晕厥过去 大家立刻将毛的上身扶起 胡旭冬用全连续猛扣左前胸 叫喊主席 主席 胡的扣机过猛过重 毛年纪老了 很容易造成蛀骨骨折 我担心他的慌张失措会引起其他在场 非医务人员的混乱 我马上打电话到门诊部 叫急救人员带着氧气瓶 呼吸器和吸弹器来游泳池 同时给毛做静脉输液 加上呼吸和心脏急救药物 并且注入激素 缓解气管静磷 提高身体的应激能力 十几分钟后 还不见上德延等急救人员来到 我赶到游泳池外 向门诊部跑去 外面正下着大雪 到了门诊部前面 这些人正在等车 我急了 叫他们随我跑回去 赶到游泳池书房内 毛还没有清醒 后中的弹仍卡在那里 上德沿用吸弹器插入后部 开动马达 将弹吸出 然后给毛戴上面罩 结上呼吸器 弹出来以后 毛睁开了眼睛 立即用手扯掉面罩 说 你们在干什么 我问他怎么样 毛说 我像是睡了一觉 他发现左肘的输液针 又要去扯 我说 这可不要去掉 去掉以后 就不能注射药到血管里去了 毛没有再扯 只是说 怎么这样多的人在这里 用不着吗 于是室内只留下我和急救的医生和护士 其他的人退出去了 毛晕厥后 王东行打电话给周恩来 周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 周一听到这消息 当场大小便失禁 都拉在裤子里 等周换好衣服赶到游泳池 毛已清醒过来 周恩来到了以后 先去看了毛 看到毛已经安然无事 就走了出来 张玉凤拦住周 说有事同周谈 周同张谈话后 走到大厅 面容严肃 他叫我和吴 吴走到大厅南端谈话 周首先详细问了发生晕厥的情况和抢救过程 然后说 张玉凤刚才同我谈了 他认为是打抗生素针的过敏反应 你们再研究一下吧 这时尚德延医生走过来 周让尚坐下 又讲了一遍 尚立即说 这可不是过敏反应 我将谈息出来以后 主席及时传过起来 才清醒的 周说 这样吧 你们写一个报告给我 将发生这次危急病情的经过 你们如何抢救 你们的诊断都写清楚 这样 我可以向政治局报告 歇了一会 又说 出了这么大的事 政治局还不知道 如果没有抢救过来 可就成了大问题 向上 德延 主任他们负责急救 为什么不早点到游泳池来 直到发生了危急情况 才赶来 这多耽误事情 幸好抢救过来了 这是谁的主意 我说 原来张耀慈同志告诉我 张玉凤说 主席只同意吴杰和胡须东进游泳池 别的人不许进 氧气瓶和吸弹气机器 张耀慈同志都不同意拿进来 这游泳池里面没有医疗设备 我们进行治疗非常不方便 可是怎么讲也讲不通 这些事也不可能由我一一向主席说明 经他同意再办 他病重了 不可能想到这些事情 周沉思了一下说 要把游泳池这里面再改建一下 适合医疗工作 我同汪东兴同志讲一讲 你们安装必要的医疗设备 给毛继续注射抗生素针以外 又服用了强心剂和利尿剂 张玉峰跑来问什么时候可以排出小便 可以排出多少 我们按照平时的临床经验告诉他 一般四个小时可以排出大约二千毫升 细细小便 张玉峰冷笑说 你们有把握吗 我说 治病不是算命 我们根据病的程度和所用药量 能起到的作用来分析 最重要的是 按规定的药量和时间服药 张说 吃药我不管 这是护士长 指吴续君的事 说完 他到书房里面去了 吴姐问我 这个张玉峰是什么人哪 说话这么没有礼貌 我说 时间长了 你就会知道了 四小时后 毛开始排小便 第一次排出一千八百多毫升 嘻嘻 大家都有了笑容 毛很高兴 叫我们去他的卧房 详细问了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我们将病情向他解释清楚以后 他说 看来这个病可以治好 美国的尼克森总统要来 你们知道吗 我说 周总理讲过 毛说 就在这月二十一日来 我能够在这个以前好吗 我说 只要坚持治下去 会见尼克森没有问题 毛说 那好 你们给我治下去 然后请我们一起在游泳池吃晚饭 清蒸武昌鱼和涮羊肉 我们用餐时 毛问吴姐是不是党员 吴说不是 毛问为什么 吴姐说 以前加入过国民党 毛笑了说 我以前也加入了国民党 这有什么关系 然后对我说 你向北京医院打个招呼 叫吴姐入党 我是介绍人 吴姐就这样入了共产党 晚上周恩来到游泳池 看到治疗见效 十分高兴 主动同我们照了一张合影 又说 我谢谢你们 我和小超大姐 急凳影超 请你们吃春节饺子 外加一个大蛋糕 临走前 周又说 2月21日 美国总统尼克森到北京 你们一定要让主席恢复到能够会见 八十 一张阿姨